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严重暴力犯罪心理解析 我们每天打开电视报纸 打开网页 看新闻 有一类新闻会引起我们的关注 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犯罪案件 当我们看到一些案件报道的时候 大家都会问几个问题 说这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而犯罪心理学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犯罪的发生 往往具有不确定性 甚至它是没有国界的 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 在东方和在西方 在不同的国家 都会有犯罪案件的发生 每一个案件发生的 它都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些案件 这是在07年的4月份 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当时报道称 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 当时有30多个人被打死 有29人受伤 其中还有多人伤势严重 而杀手呢 他在现场自尽 这个案件则发生在日本 在08年的6月份 光天化日之下 日本东京一条非常繁华热闹的街道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凶杀的现场 上午11点多钟 一个男子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先是开车闯入了行人的步行街 撞倒了很多人之后 他又下车拿刀乱砍 至少有18个人当时送医院去急救 其中还包括警察 在11年 我们还看到一个案件 这是挪威 它的首都市中心的政府办公室 楼群突然遭到炸弹的袭击 两个小时之后 奥斯陆附近的于特岛上 发生了枪击事件 当时警方公布 这个爆炸案件至少造成了85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这个嫌犯叫布雷维克 32岁 挪威人 没有前科 这个案件大家可能记忆犹新了 这是发生在去年 2012年7月份 美国的科罗拉多州首府 一个剧院发生了一个枪击事件 当时很多人正在看电影 结果这个杀手突然进入了影院 然后戴着面具 对着观众大开杀戒 造成了当场就12人死亡 50人受伤 那么其中很多还是儿童 这个嫌犯警方也很快锁定 是一个白人 男性 叫詹姆斯·霍姆斯 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 是在发生在各个国家 而我们国家也有 在2010年曾经发生过 系列的校园袭击案 这些案件有的发生在幼儿园 有的发生在小学的门口 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些案件 都让人们很困惑 有很多的案件的犯罪人 都是没有前科的 也就是说人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犯罪 没有任何的征兆 或者没有任何的防备 那么当他们犯罪之后 有的在现场自杀 有的虽然给出了理由 但是让人很难理解 比如挪威的杀手 他说一个人的信仰 顶上一支军队 我们看到他是对 当时的移民政策有意见 可是他杀的都是同胞 那么这些案件 它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概括起来 大概有这么五个点 首先他们都是 一个人实施的犯罪 在媒体上 或者在美国 将这种犯罪 称为独狼事 第二呢 这种犯罪 你都能看出 它有一个事先 非常精心的策划 也就是犯罪 整个过程是有预谋的 第三点 作案具有仪式性 什么叫仪式性呢 也就是说 他们往往是 穿着什么样的衣服 带着什么样的面具 扮成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有想象性 第四点 他们往往针对的是 无关的群体 比如学校的学生 街道上的行人等等 他们的行为 一般都属于滥杀 遇到谁就是谁 最后一点 他们作案 往往会发布作案的宣言 有的是在网上发布 有的自我会写一些书和信 总而言之 他们犯罪是有理由的 但是呢 这些理由 仍然让我们很难理解 那么这些案件发生呢 人们首先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 这个案件能不能预防 很多警察也对这种案件 提出了一些看法 有的警察说 这种案件几乎是无法预防的 那么提到这种观点呢 包括美国的警察 那么从我们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看 理解这类犯罪心理问题的由来 那就好比一个病人 被送到医生面前 医生尽管没有能够打他救活 但是医生必须搞明白他怎么得的病 他为什么得的病 由此才能预防第二个和第三个 对吧 在此呢 我们也需要就这种犯罪心理 进行一下研究和解析 让我们了解 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 可怕的犯罪人 我想以刚才我们提到的 美国07年校园枪劫案为例 首先我想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就人的心理发展 他有自身的逻辑性 心理问题呢 往往是滞后反应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公众遇到一个案件 我们经常会去找他的刺激员 我们发现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人的心理发展 他有逻辑 这个案件我刚才前头已经提到 当发生之后呢 警方迅速的就查明了这个凶手是谁 查出来是赵承熙 1984年1月 出生在韩国 1992年呢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也就是他八岁的时候 随着父母移居美国 在美国长大 并且获得永久居住权 应该说呢 他十多年在美国生活 到他上学的时候 应该是已经有个很长的生活时间了 他为什么作案呢 我们知道他因为现场自杀 你无法问他本人为什么了 那么所有的人都在分析 我们当时从媒体看到警方的分析 然后专家的分析 也有很多公众的一些猜测 那么人们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 会不会是他在大学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不良刺激 是不是有人欺负他 或者谈恋爱失恋 结果我们发现 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善良 理性宽容 为什么 赵承熙在这个学校大开杀戒 学校在之后举行的 遇难者的祷念仪式上 放飞的气球是33个 敲响的丧钟是33声 其中包括32名遇难者 和杀手赵承熙 33块墓碑 其中有一块专门写给赵承熙的 2007年4月16号赵承熙 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的地方 能够对杀手给一份 这样的一个墓碑和鲜花 是很难得的 还有一个老师 给他留了一个纸条 在他的墓碑上 说希望你知道我不憎恨你 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 对此我感到非常的心痛 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 可以看到 肯定没有人对不起他 没有人伤害他 但是这还需要具体的情况 于是美国当时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 他们怎么调查呢 他们从案发之前 跟他最接近的人调查起 那么案发前呢 我们知道他是大三做的这个案件 所以他这个生活阶段呢 都在大学 那么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同学 首先就调查的是他的同学 同学有他的同班同学 还有同宿舍的同学 同学怎么反应呢 说这个人 他从来不跟我们交流 几乎很少跟我们说话 他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 他独往独来 那么同宿舍的同学说 他在我们宿舍里 就跟没这个人存在一样 我们宿舍有人想跟他接近 他也都不理睬 有一个同学讲 我跟他住了三年 我没见他笑过 这是同学的回答 紧跟着调查呢 是他的老师 当调查老师的时候 因为他是大学的老师 我们知道大学老师 经常是专业课的 经常在换 老师每次都夹着课本来了 然后下了课了就走了 很多老师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说这个学生很安静 没什么印象 但是有一个老师 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这个学生 我早就觉得他要出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让学生们写作文 他的作文呢 每次写的都充满着暴力 老师所说的作文 后来一个同学 也把他的两个作文剧本 放在了网上 我们看到 他其中有一部 描述一个13岁的少年 和继父的仇恨关系 他这个作文 大致的意思 写的是一个小男孩 他的家里的来了个继父 这个继父当着母亲的面 对他很友好 但是当母亲不在家的时候 继父就凶向毕露 后来他发现 这个继父居然是杀父的仇人 然后这个男孩 就是想揭破这层关系 甚至到最后 要把这继父给弄死 为他父亲报仇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篇作文 写的是这么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故事 然后有一部描述一些学生 幻想着如何 谋杀一名 对他进行性侵犯的老师 他的作文写得都很怪异 这是对老师的调查 第三个 他写了一个继父 写了一个小男孩 那么人们首先就想到了 他会不会和他的家庭有关系 调查就发现 他的父母都健在 他没有继父 所以他作文里写的这个情节 人们也感到很困惑不解 他的父母都健在 他们现在开了一家洗衣店 爸妈做老板 周围人的印象当中 这家人是很亲切的 他的姐姐呢 比他大一点 现在已经大学毕业 在国务院工作 美国的国务院 他们全家是 他在八岁那年 刚才讲到的 从韩国到美国 除了家庭的调查 第四个就是对警方了 我们知道 他在枪击过程当中呢 他先在宿舍杀两个人之后 曾经有一段时间消失了 后来发现 他这段时间到了邮局 为什么呢 他给警察系了一盘录像带 这盘录像带只有在案后 也就是案发之后 我们警察才接到了这盘录像带 录像带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面对着录像 拿着枪指指点点 有穿马甲的 也有不穿马甲的 但是呢 他的话却说了很多 那么后来被整理出来 说什么呢 就不管他穿不穿马甲 他都拿着枪对着 说你们有奔驰汽车 你们有金项链 你们有福特加和白蓝地 你们有房子 你们要什么都有了 还不够吗 一大堆的质问 然后后面又讲 你们有无数次机会和方式 避免今天的情况 但是你们决定让我流血 你们把我逼到角落 让我只有这个选择 你们做出了这个决定 现在你们手上沾染了血液 永远无法洗干净 他这些材料 警察拿到了以后 也做了一些分析 警察认为呢 头一句话呢 感觉像仇富 你们嘛 汽车房子 或者说福特加白蓝地 然后后边的话呢 又像强盗的逻辑 他杀人 还说是人家让他 逼着他杀的 当时警察看完 也觉得好像不太明白 没有人逼他呀 为什么你们你们 富人 他们家也不算穷了 他们家拥有洗衣店 一儿一女都已经 有的工作 有的上大学 爸妈自己做老板 他们家也买了房子 也买了汽车 为什么他要说你们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 人们很快就想到了 他的眼神不正常 有人就质疑了 说他是不是精神病的发作 但是他的同学 同宿舍的同学 不太同意这观点 为什么 他说他在过去的七个月里 我认为他特别的安静 他有意的保持了低调 我认为他尽可能的保持低调 以防别人注意他 那么他非常的安静 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 好像是无影人 同学讲 我肯定他是有意这样做的 他肯定担心人们发现 他所策划的阴谋 那我们知道 他这段时间主要生活是在大学 他如果不在大学也在家里 可是没有任何人发现 他录像 没有人发现 他拿着枪 对着录像机做了这一切 那么警察也证明这一点 为什么 警察说 他做的所有这一切 都是他预谋已久的 他故意划掉了手枪上的编码 作案的时候不带身份证 然后朝自己的脸部射击 大家知道 这就让我们在认这个凶手的时候 很难确认他是谁 也就是他做这一切 都是想让人家不知道他是谁 这些表现 他们说都有控制力 显然他控制这一切 并且实现了他所预谋的一切 他有这个能力 同时呢 他们还找到一个资料 在他之前的两年之内 当时呢 有人就提出来 他的行为让人感到很恐惧 于是当时学校责令 让他去医院做评估 这个评估我们可以看到 是在05年的12月 当时最大的结论是 他的感情平缓 否认自己有自杀倾向 没有思绪紊乱的征兆 观察力和判断力正常 那么现在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呈现出来 当时他为什么犯罪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 现在我们把调查结果公布完之后 我想让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赵承熙是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不和人交流 从无笑容 这什么心理问题 很可能是他幼儿的时期 可能因为他的父母工作比较忙 然后没有时间去照管他 或者跟他陪伴他 然后他就会经常处于独处的这种状态 然后可能渐渐的就形成 就是心理压抑 不爱与外界交流 然后有什么想法都憋在自己的心里 可能是因为这样 好 谢谢 其他东西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可能是一种自卑心理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还是一个 就是存在一个严重歧视的社会 尤其是对亚洲 对一些亚洲移民的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赵承熙 他是不是说是用这种自卑心理 用这种自我的封闭 来形成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的 很好 谢谢 还有同学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孤傲的心理 因为从他策划的这个案件 可以看出 他是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 和很高的智商的 可能他在就是从中途转学过来 然后这边的环境也不怎么适应 有这个原因 很好 还有没有同学 我觉得文化差异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他八岁 从韩国一居到美国 到美国之后 可能他父母 还有他姐姐 可能对他的 就是从文化的过渡方面 做教育不够 然后他跟周围的人显得都格格不入 缺乏交流 然后最后达到封闭自己的情绪 这个刚才很多同学提到了自卑 封闭 包括他的孤独 在这里头 我们如果要谈到他为什么这样封闭 他的心理问题 大家提了这样一些概念 看还有没有同学 就是认为他心理上有哪些问题 大家帮我刚才分析了原因 我想问问你们对他心理上的一个判断 这是什么心理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害怕恐惧的一种心理 为什么 因为他很小 然后他到了一个陌生环境 这个环境他很不熟悉 对一个小孩来说 心理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大人的关 可能大人工作很忙 忙着赚钱 可能他就会形成这种 对这个环境很害怕 很恐惧的一个心理 很好 谢谢 刚才同学我觉得谈得都非常好 首先我们看到他这个表现出来的 从不与人交流 从不孝顺 当时有很多人猜测说 他会不会患有孤独症 患有自闭症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分析他的心理 就从他的表现入手 刚才有一个同学已经提到了 他这个表现是一个什么表现呢 是一个拒绝和人交流 然后封闭的一个表现 这个封闭 我经常做一个比喻 就好比我们住在一个房间内 如果这个房间有人居住 有窗户有门 但是我永远把窗户和门都插延 这是什么心理问题 这意味着 我住在这儿 我有不安全感 我担心坏人进来 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看到里头 我把门窗插延 同时都挂上边 所以他真正的心理问题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恐惧 我们大家可能会问了 就是我们虽然在前面讲到的 他那一系列的行为 他这么强壮的一个人 他干嘛要恐惧 我们看到的他的照片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他这个时候已经看得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了 那么他为什么会恐惧呢 这让人们感到很困惑 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接着往下看下一个问题 我们看他老师对他的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呢 当时讲他写的那两个剧本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个剧本 仍然能看出相似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恐惧 你会发现 他这个作文写得很暴力 而且都是要讲怎么样去杀人 但是他写的主角都是小男孩 小学生都有个小字 这个小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 他内心的深处 实际上还是一种恐惧的问题 小男孩我们知道家里头 父亲是力量的象征 如果父亲被人害了 那么母子就很容易被人欺负 那如果母亲再被人欺骗了 那么谁最危险呢 显然孩子最危险 所以这个作文你看他写得很暴力 他的心理问题和第一个是一个问题 都有恐惧的背景 那么大家就会问了 他为什么要恐惧 我们知道他在现场已经自杀了 他自杀的时候多大岁数呢 二十三岁 所以我们要寻找他的心理问题 只能从二十三岁往前找对吧 二十三岁往前 我们刚才分析了前两个问题 他显现的心理问题是恐惧 人在什么年龄段会恐惧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 如果一般生活背景下 我们会恐惧吗 因为你已经独立成人了 你可以离开父母 哪怕说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 对吧 但是呢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不希望离开家乡 而且从我们的教育来看 也不会让这么小的孩子离开家 那应该在什么年龄段呢 在十二岁以下 十二岁是什么年龄呢 十二岁是人的青春期的起始点 人真正幼小的时候 是在十二岁以下 为什么 因为青春期呢 第一个变化就是身高的变化 青春期一启动之后呢 人可以在两到三年之内 身高就达到成人的高度 但十二岁之前呢 他两到三年 是不能达到成人的高度的 那么我们做一个假想 如果把一个八岁的小孩 和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两个孩子分别呢 都带到遥远的 离家很远的一个地方 比如山里去玩 你带到那以后 爸爸妈妈藏起来 你观察这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 哪个会站在那不感动 会吓哭 应该是八岁的 对吧 不会说十五岁的 十五岁的孩子 他就稍微胆大一点了 他会试图去寻找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十二岁之下 人仍然在一恋期 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弱小 所以环境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这一点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什么呢 第三点 就是赵承熙的家庭的变化 他在八岁那年全家移民 这个移民 我认为是带来他的心理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知道人 他从出生开始 然后到他生活 如果有八年的生活 他会建立什么呢 他会建立一个很熟悉的生活圈 对吧 这个生活圈呢 包括抚养人 邻居 伙伴 同学 老师 这个生活圈也让他感到了一种亲切 而且亲切和熟悉呢 给他造就了一种安全的心理环境 但是我们知道 在他八岁那年 他的爸爸妈妈为了改变生活 用飞机 一天之内 把他从这个环境 带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他从韩国到美国 首先面临的是居住环境的陌生 然后是完全陌生的邻居和同学 最最重要的是 人种的陌生 我们知道 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有一个逐渐去扩大 他的社会圈的一个过程 最开始我们是在家庭 然后走出家庭到幼儿园 但幼儿园的范围也是稳定的 然后再到学校 这个过程他一直不离开家 是慢慢适应的 我们会发现孩子被送到幼儿园的第一天 他要哭闹一天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个陌生的环境 孩子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 他也会非常的乖 为什么 因为这个环境对他来讲是非常陌生 但他熟了以后 到他三四年级四五年级 你会发现他开始顽皮了 所以这个陌生有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其中还有一个人种 我们知道赵成熙他在韩国 是我们清一色的亚洲人的环境 黑头发黄皮肤 看上去基本都很熟悉 但是陌生的人种意味着什么 有的时候眼神你都是陌生的 你很难去判断他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 他看你的眼神让你觉得很莫测 亚洲人的眼睛 我们看起来就很亲切 你会知道他对你的一种态度 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 人种是非常多样的 也就是说有白人 印第安人 有非洲人 还有亚洲人 所以当遇到一个身高很高大的白人 或者一个很魁舞的黑人 那么对于这个亚洲的小男孩来讲 这种环境都是非常令其恐惧的 此外 他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很不适应的地方 就是言语不通 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 周围人说的话你都听不懂 那么他们互相之间老在说话 甚至看你一眼接着在说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你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在说我 他们在说我什么 所以这种陌生的也会让人感到很恐惧 此外文化的不同 有的时候一些习俗 也会带来人的陌生感 比如最近我们晚上看到一个消息 我们在国外物工的人员 当时人家是正好是一个忌日 有一些供果供品 咱们这个物工人员不知道 可能去搜集人家的这些供品 结果被杀害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人的文化 人家忌品是不让国人来动的 如果你动的 这就涉及到死人的问题 所以像这种文化的差异 有时候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赵承熙他面临的这一切 我认为恰恰是这个 陌生陌生再陌生 带来什么问题呢 让他失去了曾经熟悉 而拥有的心理的力量 失去了曾经熟悉的环境 伙伴和朋友 带来的是陌生孤独恐惧痛苦 甚至愤怒 所以刚才我们同学分析的 都非常的对的 在这个背景下 他带来了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他感到很陌生 他会觉得很痛苦 他会跟父母提要求 什么要求呢 我想回韩国 我不希望在这儿 我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很可怕 我真的不喜欢这儿 但是大家知道 他父母会怎么跟他讲 他父母会说 我们全家都移民过来了 现在你不能回去了 你一人怎么能回去呢 很多人想移民都移不过来 你干嘛要回去呢 那么他说 我不喜欢这儿 我觉得这儿一点也不好 当然这都是我们的推断了 于是他父母会给他一个答案 他会问父母 我们干嘛非要在这儿生活 为什么不能回韩国 我们分析到这儿再来看这段话 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 父母一定告诉他 这个地方好啊 这个地方很富有 这个地方要房子要有房子 要汽车有汽车 你看这个地方有奔驰 你看这儿的人多富有 所以这个地方好啊 我们到这儿来好好干 我们也会有房子有汽车 也会有金项链 我们都会拥有的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恨 你们有奔驰汽车 你们有金项链 你们要什么都有了 你们为什么 你们有无数次机会和方式 避免今天 但是你们决定让我流血 你们把我逼到角落 让我只有这个选择 现在你们手上沾满了血液 永远无法洗干净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赵承熙杀人在23岁 他的心理问题在什么时候 在8岁的一年 刚才讲了 人们在熟悉的情况下 能够从于产生安全感 但是陌生呢 陌生会让人带来恐惧 而恐惧呢 会让人感到很愤怒 而这个愤怒 才是他出现暴力行为 我们知道恐惧可以让人出现 对周围人的拒绝 封闭自我 恐惧呢 还可以让人出现愤怒 追逐暴力 因为暴力 可以让恐惧的人 感到自己不那么弱小 我在这里呢 还有一段视频 大家也可以再一次来看 他当时面对录像机 讲的一段话 再看一下他说的什么 你们知道被人强迫吞下垃圾 是什么滋味吗 你们知道自掘坟墓 是什么滋味吗 你们知道被人 从耳朵下割喉 什么滋味吗 你们知道被人活会烧死 是什么滋味吗 你们知道被人羞辱 是什么滋味吗 你们知道让人流血至死 是什么滋味吗 你们一生没有受过一丝痛苦 你们希望一生尽可能 把痛苦强加给他人 只因为你们有这种能力吗 我们从这段话看到什么 他虽然生活当中 没有这样的事实发生 但是他所找到的材料 全是这种恐惧的材料 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虽然在现场自杀了 我们无法去问 但是他在录像当中 所说的这些话 让人看似是精神病 实际上我们看出 他的一种心理上的创伤 什么是创伤呢 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在他的著作当中 就曾经讲过 他说一种经验 也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经历的事情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使心灵受到一种 很高度的刺激 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 谋求适应 从而使心灵的 有效能力的分配 受到永久的扰乱 我们便称这种经验 为创伤的 这段话 我们现在读起来 觉得非常的清楚了 如果我们刚开始看他那话 还不一定能够理解 我们会知道 有很多的心理问题 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往往是发生的时候 是在现在 但是它有一个点 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所以心理创伤呢 它有一什么特点 它可以潜伏 尤其有一种创伤 涉及到情绪情感的 我们知道 情感的特点是什么 情感呢 就是你内心的一个体验 而且它往往和一个情境 和一个事件有关 这个情境和事件呢 它会在心中留下一个画面 包括我们幼年 看了一个恐惧的电影 或者呢 你很小的时候 带你去看了一个 特别大的动物 那么这时候 你在你内心当中 都会留下一个 很可怕的一个画面 我们知道这种画面 它会以记忆的方式存在 我们会在以后 在某种情境下 再次出现这种心象 比如我今天在这上课 大家以后想到这堂课 你们会有一个心象 就李老师站在讲台上的 那个形象 那么这种心象 它有一什么特点呢 它没有时间性 每次在你眼前出现 就好像是一幅画面 它没有时间性 正是因为它没有时间性 被誉为什么呢 叫意识流 流是什么特点呢 大家知道 水 我们不能说这个水 是几公里的水 对吧 也就是水永远是水 它永远是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画面就像水一样 它永远是新鲜的 叫历历在目 好的情绪 我们事后想起来 会让你开心的一笑 坏的情绪 会让你不断的恐惧 不断的在举嚼 这种痛苦的滋味 这种过程 它只要日复一日的积累 它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它会这个能量在增加 当到一定时间以后 它以相当的力量 来干扰人的正常生活 这是心理创伤的一个特点 我们还知道 这个情绪的问题 它不影响到智力 赵承熙的 他的智力的正常 掩盖了他情绪的问题 他一直在正常的上学 虽然他不跟人交流 他不说话 但是呢 他能够完成作业 他能够做他该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过程也让他 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他的心理在发展 心理的问题在发展 但是周围人没有觉察 甚至他的作文 当时被老师提交给校方 校方的有关部门 看完这作文 说到什么呢 说这只是一个文学创作 应该允许自由创作 他的智力正常 有的时候也能够遮掩 他的创伤的表现 因此我们找不到 犯罪理由在哪 我们可以看到 他8岁移民 23岁爆发 这之中有15年的潜伏过程 或者叫15年的积累 这个案件让我们发现 很多心理疾病 在人的早年更容易患 人在早年的心理更为脆弱 同时呢 心理疾病如果我们没有觉察 我们没有心理学的知识 你不知道这个人的 心理问题的出现 以及他的发展 他可以发展到非常严重 以致无法弥补 所以本案呢 给我们一个启示 我这分析的 虽然是一个美国的案件 但是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呢 类似的问题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二代农民工 爸爸妈妈早年出外打工 后来呢 他城市落住脚以后 把孩子从农村接到城市 我们也可以发现 大量这样的孩子 出现了心理问题 有些孩子呢 他就出现了一种 适应当中引发的恐惧 也有的出现暴力 还有的出现抢劫 一些攻击类的犯罪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也有相近的问题 此外我们现在有钱的人家 也有很多把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送到国外 当然绝大多数的孩子 都有很好的这个人 帮助他度过这个适应期 可是我们也发现过 有类似的问题 比如在前年曾经发生 浦东机场 日本留学的一个孩子 在机场就把母亲给刺伤 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 其实和赵承熙都有相似的问题 因此这个案件 告诉我们所有的人 也应该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 孩子在生活的早年 他的心理的熟悉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熟悉感和环境密切相关 和周围的人密切相关 因此要为成长中的孩子 建立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让他身边有一个稳定的抚养人 这个稳定的还包括 要让他有熟悉的街道村庄 要让他有安全感 比如说前几天 我在今日说法做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他讲的这个悲剧 是爸妈在城里打工 等到这个孩子在老家 六岁了要上学了 他父亲特别希望 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背景 把孩子从农村接到了城市 结果这个孩子到他父亲身边 没有多久就被他父亲殴打致死 为什么 因为他讲这个孩子来到家以后 特别不乖 老往外边跑 不肯在家待着 而且一跑出去 就会找不到他 他找不到家 此外外边车这么多 怕他出交通事故 我们可以看到 父亲对他的管教 实际上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但是他不明白孩子 为什么往外跑 因为这个地方 他找不到家的感觉 他在山里头 他已经习惯了 一出门就可以随便去走 随便去玩 随便去跑 但是到了城里 他找不到这样的环境 所以当他出去的时候 父母为他很担忧 这个悲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看到了孩子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很被动的 而真正主动的父母 却不了解孩子的心理 由此造成了这个悲剧 因此我们讲 让他要有熟悉的街道和村庄 还要有熟悉的邻居伙伴 村庄可以让他因为 环境熟悉有安全感 而伙伴可以让他不孤独 呵护幼小的心灵 也是人健康成长的重要的条件 这个案件还有一点 让我们要知道 有些警察讲 这种案件几乎很难预防 他讲的预防是 当时发现征兆来防范 确实这种案件 因为犯罪人大多没有前科 所以对于我们警方来讲 非常难以事先发现危险 来进行预防 但是我们对于 他的心理问题的研究 可以发现 这种案件 它是有心理背景的 也就是说有迹可循的 所以对于这类的 犯罪心理问题 我们强调早期预防更有价值 那么早期预防是指什么 也就是说你等它发生之后 你再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是来不及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 关注这类心理现象 就需要我们所有的家长 来学习心理学的知识 那么心理学工作者 也要大力的普及 相关的心理学知识 让全社会来关注 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其中最最重要的是 要让我们的孩子 在他的早年 有一个安全的生活感 这个安全的生活感 他们感受到了 他们才能健康的成长 而他们健康成长 我们这个社会才会安全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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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